找工作被骗已经不稀奇了 现在有人开始反向割韭菜了 他们通过找工作去骗了一群最聪明的人好几千万 这么活久见的事到底啥情况呢 昨天上海公安发了个消息 说是他们侦破了全市首例套路应聘诈骗案 抓了53个人 涉案的金额高达5000多万 这个诈骗团伙最近这一两年 就一直活跃在上海和深圳等等的地方 他们行骗主要的对象先是私募基金 后来呢在被私募圈子曝光了他们之后 又转向了科技咨询和互联网企业等等 那为啥选这些公司呢 因为这些公司工资高啊 你看咱们A股每年年报披露的数据里面 金融和互联网行业都是薪酬最高的行业 那么到这些公司去面试 就会有更大的油水可以捞 而且呢这些年私募发展的比较快 有的小私募运作也不那么的规范 并且缺乏资源 对于他们来说募资是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他们也迫切的需要这种销售能力非常强的员工 也愿意给高薪 甚至还有的愿意给股份 所以呢这片子就投其所好了 像这次的案例里面 这些求职者呢 就利用私募金对员工的学历和履历 要求相对宽松的漏洞 包装自己的简历 把自己弄得好像很有人脉和各种资源的样子 这个上呢就有点像是金庸的小说里面 求签账冒充求签刃一样 这片子就这么入职到了这个公司里去 但是呢片子们真本事肯定是没有的嘛 所以一般呢他们就去应聘销售这档位去骗底薪 因为他们打的是求签刃的旗号 一般每个月都有两三万 为了扩大收益 他们甚至还会同时录职多家公司 还互相扮演对方的客户 会假装去上班 但是不肯打卡 不会参会 可是呢会很认真的写工作日志 还会假装去拜访客户啊 假装客户要来签单等等 用人单位在这种情况下 一般两三个月肯定是看不出什么问题的 等到真发现了问题了 那片子就拿钱走人找下一家 用人单位要是不给钱怎么办呢 这片子还会威胁要去劳动局起诉 当然了 常在河边走总会有失血的时候嘛 毕竟金融圈子也不算大 圈里人一对比名单就发现问题了 再加上警方的介入 这个案子很快就破了 其实呢 这个事情主要应对的办法也很简单 第一呢就给员工买社保嘛 大家知道社保是联网的 一个人不可能同时买一份或者买几份 这样的话呢 就能堵上多头入职的漏洞 但是呢可能有的私募聪明过头了吧 为了省下那点社保费 却反而被人给钻了空子 第二呢就是强化入职员的背景调查 比如说学历在学信网上就可以查 工作经历呢 也可以看社保的缴纳记录啊 如果这些用人单位 能够真的严格走完这几步的话呢 基本上就可以把大部分的 求欠账堵在门外了 当然了 这些诈骗犯还都只是小鱼小瞎 咱们A股历史上别忘了 还曾经有过知名职业经理人 拿着海外西太平洋大学的野鸡学历 入职到某家知名公司 甚至拿到了十位数的薪酬 后来呢随着简历曝光 他也只好灰溜溜的走人了 谢谢大家